也许我是在威胁 应该立刻对路程实施监管 你说什么 监视路程 我是巡警队长 行动 进行一次地态式搜查 这天从网绕 做好行动好嘞 孙晴梅被杀了 马昌 入城的混蛋 谁也没人管我救命 用创把对付罪犯的招 用在咱们身上 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去吧 去吧 舅舅 写 我送你吧 你的车都让人开走了 为什么 我不会是以为关了我几天 我连车都不会开的 快点吧你 是马超 是马超 你快接快接 喂 马超 是你吗 当然是我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就失踪呢 一言难尽 见面再跟你说吧 我现在正在回程的路上 你在哪儿呢 我去找你 可我现在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我今天要出趟差 明天就回来 我一下飞机就给你打电话 好吧 你不会再接什么特别任务吧 你别跟我玩失踪了 如果你再失踪 我也要失踪 别别别别 你可别吓唬我啊 我向你保证 以后啊 我再不突然失踪了 好不好 啊 那好 明天就见面 哎 再见啊 喇 demean 这 他是有精神的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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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天啊 啊 上我那儿坐坐 算了 改天吧 我先会队里报个到 马超 我有任务要跟你谈 什么任务 我希望你离开这儿以后 去队里辞职 辞职 我算明白了 我就是不辞职你也要开除我 这就是你调查我的结果是不是 你听我说 我让你辞职 是要交给你两个秘密任务 秘密任务 对 什么秘密任务 去孙家卧底 去孙家卧底 孙启明的那只虎符 不是他自己的吗 难道你怀疑是他脱了虎符 当然不是 这次绑匪没有拿到虎符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去孙家 首先能保证孙家的安全 而且这些绑匪 很有可能和五二零案的 盗匪有牵连 所以孙启明手上的虎符 很有可能能引出 另一只虎符的线索 你的意思是 让我守住那只虎符 然后等蛇出动是吗 对 尽管我们不知道那条蛇是谁 可是有一个人 必须得注意 谁 宋思远 宋思远 我们对宋思远在国外的情况 进行了秘密调查 他在国外的企业 其实已经破产了 可他还要回来投资 还要参加虎符的竞拍 而且这个宋思远 他和孙启明的关系不一般 他们是老相识 这个人的疑点很多 只是我们现在 还没有任何证据 只能静观其变 你有什么想法吗 另一个任务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 监视陆成 你说什么 监视陆成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就是陆成 沐阳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的 我也希望是 你自己看 你不觉得徐晓晏的死疑点很多吗 凶手是怎么知道 小贾的名字和黄宝萍的手机号的 在这件事情上 陆成的嫌疑很大 当然了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我真正怀疑上陆成 是这次暗道的发现 暗道和陆成有什么关系 你们都看到了书上那条暗道 可是有一样东西 我没有给你们看 陆成的妹妹 在我之前 借过那本书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陆成的妹妹陆敏 一个就是陆敏的老师 而她的老师在一年前就去世了 之后陆敏出了国 你是说陆敏 不知道 这些都仅仅是些疑点 神鹰是从国外来的 而陆敏也正好在国外 神鹰是利用这条暗道 偷走了虎符 而陆敏正好看过这本书 而且是看过这本书的 唯一还活着的人 难道别人就买不到那本书吗 买不到 这是一本内部书籍 这本书是三十年代上海 一家外国印刷所印制的 当时印量就极少 而这家印刷所在五十年代 就已经关闭了 马超 我当然希望陆成和他妹妹都没问题 我希望这一切全都是巧合 也正因为这个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一点都查清楚 可是以后 你让我怎么面对陆成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 可他也是我的朋友 你以为我心里不难过吗 这件事都有谁知道 只有我跟李居知道 不管以后查出陆成事与不事了 如果我答应了你 我就再没脸面对陆成了 还有孙晓月 马超 我知道这件事情 你很难 可是我们非常需要你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能不干吗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 才查清楚你是可靠的 你以为我愿意让你去查陆成吗 行 你可以不干 我不逼你 可是我告诉你 从今晚后 咱俩再也不是朋友 你太软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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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马 有一点我要提醒你 有一点我要提醒你 支队的同事都已经知道 你跟这个案子有牵连了 你就是不干 你就是不干 现在回去也会被开除 或者被调离 同事们怎么看你的 你就自己去体会呗 我不可能再去为你澄清什么 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了案子的进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 回来了 这张差事出得不错 人都胖 我是出差吗 我接受调查你不知道吗 没事了 老师 这是我辞职报告的 不败 这点刺激就受不了了吗 怎么能担心好警察呢 你少他妈教训我 我告诉你 我不是好警察 孙子才是好警察呢 谁动我桌子了 谁他妈动我桌子了 汉什么汉 这是哪儿 这是哪儿 刑警盾 不是你们家 不想干就滚 转去不破盖剑回家 太不善话了你 去哪儿 坐下 我先让你搅拐 坐下 这呢 是 以理解 这呢 我 好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马超的自助报告 人呢 刚走 我马上就批 就这几天吧 李姐 要不 我再跟他谈谈 谈谈 不关这毛病 马超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要不就一时糊涂 糊涂 这也糊涂 那也糊涂 糊涂到什么时候 糊里糊涂怎么干工作 咱俊涂 你带回来啦,吃饭了吗? 吃过了。 好。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监视路程。 我们在一起。 我不是说着吧, 我们在一起。 不要说。 你自己说来说, 借败说来说。 你手 caso不说一声。 要不是, 路程不说我? 妈还以为你真出事了 去过队里了 去过了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队里让我休息两天 那你 妈 我想睡一会儿 看你累的 睡吧睡吧 把这钱给她妈烧去 干嘛呀 没变 咱妈不过生日了 我得尽您小心 坚持路长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就是路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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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酒 你呀 还是少喝点啊 没事 好酒 你是不是介绍什么新的 啊 你告诉我 咱们两个人是不是好 肯定是没错吧 是兄弟 就兜在酒里边 什么也不用说 把他干 哎 你能不能有什么事告诉我 啊 就是 有话就说 别在心里多难受 我也陪让你们关心我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我就是不辞职 我也一样会被开除 我 我这辈子算完了 彻底的忙 对 我这辈子算完了 我这辈子算完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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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超 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怎么了 说话呀 我又被组织调查了 还是虎福的事 又调查你 不是都已经调查过了吗 那是不是还和我那天晚上去找你有关系啊 你别误会 跟那天的事已经没关系了 那他们凭什么能这么没完没了地调查你啊 其实我也很生气 我觉得他们挺过分的 所以 所以我辞职了 你说什么 你辞职了 为什么呀 你跟他们解释清楚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要辞职啊 算了 算了 我已经想通了 他们不信任我 我还不愿意干 那你打算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小月那边谈得怎么样了 我 我 能不能打入宋思远那边 你凭什么打入宋思远那边 你跟他是沾进还是带顾啊 那我不干了行不行 阿超警告你 你既然接受了任务 就不能再回头了 如果因为你个人的原因把案子搞砸了 那可就不是接受调查那么简单了 我直接把你送上法庭 还有 以后不许再喝酒了 容易误事 这是纪律 对 昨天晚上 我只是想试探试探路程 我心里不好受 虽千万人 无妄已 这不是你的座右铭吗 忘了什么意思了吧 武家树里看 档次低了就好 我来给你解释 你记好了 一个真正的勇者 为了正义 有些事情明知道是去送死 但还是要去做 这句话完整的意思是 心中有情义 所以千万人无妄 这是路程告诉我的 我现在这个处境 还谈什么情意 还怎么涌得起来 马超 我告诉你 你在我的心里一直都是好样 你应该能经得起任何打击和挫折 有何胜利可言 挺住意味着一切 现在你的座右铭是这句话 我送给你了 不要记在纸上 给我牢牢地记在心里 我再还是想不想 我再拼击一圈 你还能够着 你不会了 你会不会被抓到 我再拼击 你能够着 我再拼击 你能够着 你不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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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很奇怪 马超他那么热爱自己的职业 怎么会说辞职就辞职了呢 如果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那以他的个性 他肯定会极力被自己辩解的 怎么会就不想解释了 除非他心里真的有鬼 这不可能 那就是 他会不会受了什么刺激 受什么刺激 马超他母亲会不会知道什么情况 这种事 他不会跟他妈说的 就算他妈知道些什么 再也没去打扰老太太 反正 这时候他最需要的人就是你了 可我现在连他人都找不着 但是好像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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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军怎么办啊 您怎么办 瞎混呗 怎么了你 没怎么了 就是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你不是给我讲过 那个风未动心动的故事吗 我以前觉得自己 虽然不是一个能干的警察 至少也算是一个认真的警察 所以我就一心未动地认真工作 现在倒好 别人的心动 开始怀疑起我来了 作为一个警察 如果失去别人的信任 那干着还有什么劲呢 所以现在我明白了 不是我的心在动 而是别人的心在动 诚哥 你看 我这算不算是开悟啊 我都真希望你开悟 诶 单单 你怎么来了 前台没跟我说啊 我告诉她 我是女朋友啊 什么 女朋友 怎么 吓着了 你真是太没意思了 我骗你的 我跟他们说 我是小月的妹妹 他们就让我进来了 小月呢 小月啊 现在是午饭时间 她一定和马警官约会去了 什么马警官啊 她辞职了 马警官辞职了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你以为你这样就有机会了 我告诉你 马超不当警察 小月更加高兴呢 好了 我请你吃饭吧 你呀 就不要再惦记着 被别人踩走的花了 在我们大陆啊 谈恋爱就等于失去自由身了 唉 我想失去自由都没个机会 没关系 再找机会呗 唉 不过这顿饭可不能白吃啊 吃完了饭 你得帮我看一下 我新买的这台电脑 行了 别没金打采的了 辞了就辞了吧 这饭总是想吃的嘛 不过 问题也得交代清楚 昨天去哪了 手机也不开 哦 没有 我就是去找了一天工作 手机没电 找着了吗 没找着 现在知道 找个工作也不容易了吧 我其实要求并不高 只要能混烤饭吃就行 要我看啊 干脆 你就收回你的辞职报告也得了 那不可能 你就先换个部门 等有了好工作再出来 好马不吃灰豆腐 我看我是没可能再穿这身 警服了 哎 那要不你去我们公司 我就跟蔡总说了 让他给你成立一个保安部门 这样让你做保安部长 他肯定会同意的 那啊 咱俩都成部长了 你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在那位蔡总的锅里要饭呢 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其实 还有个地方你可以去 什么地方 孙启明先生呢 你别逗啊 我又不懂古董 再说 再说 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爸肯定看不起我 你别小心眼了 我爸要知道你辞职 肯定特高兴 他早就盼着你辞职到他那做事呢 为什么呀 那你当上门女婿啊 你又骗我 我现在这样 怎么好意思见他老人家呢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看你辞的这个职 除了你自己不高兴 没有人不高兴 你说 你爸真愿意 不过 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得对我好 行了 吃 什么 马朝辞职了 为什么呀 我看啊 都是给您颠倒的 小军 你可别把这事想简单了 一个警察 前一阵还干得好好的 现在突然辞职不干了 他是没什么大事 你说他能这样吗 可真没什么大事 就是队里误会他了 他堵了口气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是他先提出来要来咱们家的 不是 人家难好意思提啊 是我提出来的 人家还不太愿意呢 爸 您不是一直都盼望着他辞职给您当学生吗 怎么您就反悔了 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觉得有点突然 爸 现在可是让马超来咱们家的最好机会 您别以为没处要他 好多公司想请他去呢 您想想 他在公安局待过 又是个队长 多少人想利用这种关系呢 爸 反正啊您可考虑清楚了 这回马超如果让别人抢跑了 我是不负责任啊 再说你也得对我负责任啊 行行行行行 我也得先准备一下 啊你就先告诉他说我同意了 然后再定个见面的日子 我们好好聊一次 咱们启明轩门面不大 可名气不小啊 我这领导家老丈人 总得像回事吧 好好好 没问题 您不就是想跟他单独谈谈吗 哎 先说好 在他面前 你可不许借我的短啊 这可就难说了 看你怎么表现了 哈哈哈哈哈哈 陈平 我们的机会来了 啊 什么机会啊 你小月姐的男朋友 就是那马超 从公安局辞职了 要来咱们这工作 真的 那他是不是要跟小月姐结婚啊 嗨 那是下一步的事 关键是现在咱们有机会了 有机会 爸 我怎么听见有点糊涂啊 咱不是一直想找机会让虎虎丢了吗 这个马超 不正好可以当失窃现场的见证人吗 对啊 他当过警察 爸 这个证人可太好了 就是啊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证人去 我说天会助我吧 这样一来 我不仅保住了虎虎 还得了个上门女婿 爸 他什么来啊 我找你来 就是商量这个他 哦 小月他爸 他爸让我去启明轩做事 这么快啊 小月说他爸早就想让我辞职去他们家了 算我没看错你 我就知道孙小月他爸会喜欢你 小月还说他爸让我明天去他们家聊聊 好 然后呢 一家人一块吃顿饭 呵 一家人 看来你很快就要成为启明轩的又一代掌门人了 什么掌门人 欧阳 咱们可说好了 这事办完以后 你可一定让我回局里接着办 那当然了 你不干还不行了 哎 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啊 一切不要操之过急 你要让所有的人都相信 你确实是离开了公安局去孙家做事 这个容易 不过 就那个古董 我一看头就好 没问题 一看古董头疼了 就看看孙小月 我就行了 欧阳 我这都难受成这样了 你就跟在边上看戏似 你这哪有领导样啊 那领导该怎么样 我认了 明天一早 我就告诉小月姐 我要去乡下收货 要两三天再回来 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你把后院小门打开 我从那进来 嗯 然后 咱们一起 把这屋子弄乱 将装虎幅的空盒子 放在桌子上 接着 我把你绑在椅子上 堵上嘴 然后我就蒙上面 到门口去等马超 我躲在门后 等马超进屋 我先让他看我一眼 趁他不注意 我一拳把他打晕 接着 我再从后院 他踢得出去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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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就这样 爸 您觉得怎么样 嗯 明天你对马超下手 可得轻点 千万别伤着他 他可是你未来的姐夫 嗯 爸 您放心吧 我会注意分寸的 咱们还等着 要他作证呢 嗯 哎 你不会打不过他吧 他可是警察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些警察 只会几招花架的 我的功夫 可是打小宁教的 对付个把警察 小意思 嗯 其实这只虎符 迟早是要传给小月 和马超的 为了保住虎符 他吃点苦也值得 录像武器 这给你 帮助 快走 快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出来了吗 出来 我马上就出来 紧张吗 什么叫紧张 我当警察的能紧张吗 不过啊 我就是手有点抖了 你说这算不算紧张 你就会跟我评 见着我爸你可别这样啊 他呀 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你单独聊聊 不过他要正有什么贴心话 跟你说了 回头你可得告诉我啊 行 我四点钟到 你什么时候回来 五点半左右吧 你能不能早点 别让我在你爸那儿 熬太长时间 争取吧 不能争取 一定啊 等着见你 好 知道了 就这么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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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er 雨 这 她 她 dread 你 好 还 만나 就这样吧 原谅 来 把我捆上 好 我伸出的一双手 最后却疼痛的收回 迎着我是你的陪伴 我心如死灰 危险 我始终替你感觉着危险 我怕你为难 也怕你孤单 更怕你厌倦 我不想眼看着你 坠落在风中 越飘越远 风吹散的是我们的鲜眼 敢哭一共的时间 也不敢闭上眼睛 我怕冲了那些长夜 里面音乐夹杂着你的笑声 以及你最好的誓言 或许我感到无助 我会怀念你的恨恶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一直团着你回头 黑暗里走出 然而现实太残酷 到最后我双眼 梦 我entang 你未经历 空